吹哨者你遭忌过 台铁说不会惩处 台铁普悠马列车翻覆 酿成18死惨剧 台铁基隆电务分住所技术助理 王德辉据名质疑 当时普悠马时速140公里的说法 可能不是事实 主因应该是第七车故障 导致影响倾斜功能 他也po出数位时速57公里 ATP时速却显示100公里 相差近40公里的台铁内部流传照片 推论失事的普悠马号 时速应该只有100公里左右 不过黄德辉事后却收到台铁发文警告 未经长官许可就受访 违反公务人员服务法 要他在10天内提相关报告 黄德辉立刻在脸书颇文反击 就违反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 他的评论对于找出事故真相 改善台铁组织弊并有帮助 但台铁以这种防害言论自由的方式警告 他愿意让台铁寄过 甚至可能被开除 劳工运动使会留下台铁这段反动沉沦的历史 台铁一开始表示对该事不便回应 因为这是公务人员服务法规定 是所有公家机关的通案不是个案 稍晚又发声明强调 不会对黄德辉做任何处分 媒体好奇交通部长吴鸿谋看法 他表示不希望这件不幸的事故影响士气 有些事情都在相关调查中 马上对员工处分是否适当 他会请台铁检讨 这个我来了解 这个我会请他们做必要的检讨 台铁的员工 其实绝大部分都非常好